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A加B加C等於0 也就是說 他會構成一個封閉的三角形 A 加這個B 加C 剛好等於0 他現在問 A到B 就是A到B B A方向是往這邊 A到B 等於多少 我們可以代公式 我把這個A方向把它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就變成 變成負A 往這邊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可以代公式 也就是說這個寫成多少 寫成負的 負A到B 負A 到B 這我們有公式 負多少呢 2分之 負A平方加 B平方 就是 負A平方就是 就是A平方 加B平方 減掉C平方 所以這等於多少 負的多少呢 2分之 A平方是9 加B平方25 減掉C平方7749 這個等於多少 2分之 減掉 這是25 減掉 減掉40 減掉 這個9 消掉 減掉40 這是負的15 這一個負號 負的負15 就15 所以是2分之15 第一小題是2分之15 第二小題 他是問說 問說3A A 加上2B 加上C是等於多少 取這次 我把A加B加C抽一個出來 因為A加B加C是等於0 抽一個出來以後的話 剩下 2A 剩下一個B 抽一個A加B加C A加B加C等於0就拿掉了 所以剩下 2A加B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 根號多少呢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就4A平方 加B平方 加上多少 2 2AB 2AB 就2 乘以多少呢 2A 多個B 這樣子 那這樣等於多少 A的話呢 是等於3 94 36 B是525 加4 4乘以多少 A到的B是2分之15 那這樣就算出來 這個是61 61加多少呢 加30 30 所以是91 所以是根號91 是1 所以當然是根號91 所以當然是根號91